Hello大家好 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希望我们每个大宝宝们都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只关于我近期的爱用品 如果你喜欢观看这一类的视频那请不要走开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三双鞋子 这三双鞋子呢是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穿的三双鞋子 所以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就是这一双 大家应该见过好多就是Instagram还有一些博主在穿了 就是这双Nakey Air 我买的是灰色的这一双 就是最一开始它出的那一款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鞋底已经很脏了 然后这鞋前面已经穿得很脏很脏了 我收到它之后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穿它 首先它真的太舒服了 你穿上它之后就是走在云彩上的感觉 完全完全不会觉得脚会痛会累 其次呢它的这个料子很薄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网状的 所以很透气 现在夏天嘛 天很热 但是穿它也不会觉得很热 因为它很透气 真的很推荐大家去买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接受不了这个 它鞋底的这个一个一个一个球一个球一个球的感觉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看 然后今天早上我朋友发给我一张照片是 范范范尾奇穿了一双新出的那个紫色 哦 我也好喜欢 我在想要不要把那个紫色也买回来 真的真的真的 这是我最近最近穿过最喜欢的一双运动鞋 几乎几乎 在平时出门没有很正式的打扮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穿它 小伙伴们已经看我穿腻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所以我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双鞋 下面两双鞋呢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拖鞋式的凉鞋 那我这边有一黑一白两双 首先呢 黑色的是这个我买的Cucci的这一款 是Fonto 然后它是有一个爱心的这个设计的这一双拖鞋 首先我为什么选择Fonto 我觉得Fonto鞋比较更复古一些 然后我的鞋子的Clash里面几乎没有Fonto的 Fonto鞋也是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吧 就是走一种比较复古风的感觉 这个Fonto鞋很舒服 从来都没有说 就是穿过第一次的时候也没有说很磨脚 因为Fonto它比较宽 所以比较适合脚宽的人 就比较推荐脚宽的人去试一下这个Cucci的这个Fonto的款 其次黑色很百搭 然后这个鞋子我应该是去年买的 但是去年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就没有怎么穿 然后今年呢 就是这个这阵拖鞋风刮来之后 然后就找出来它 然后几乎也是穿的频率很多 然后下一双是白色的 是这一双 这双我是在Auto买的 然后它是一个尖头的带蝴蝶结的拖鞋 因为我穿那双黑色的Cucci的那个鞋 非常非常的频繁了 想再去买一双类似的吧 但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 然后那天我逛到Auto的时候就试了这双 然后发现我好喜欢这一双 它是尖头的嘛 但是这个鞋子完全也没有磨脚 可能是因为我买大了半号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买这种尖头的鞋子 可以试一下买大半号 我完全不用担心磨 这两双拖鞋是天热了之后 我一直不停在交换穿的两双凉鞋 我没有再找出别的凉鞋的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这两双鞋 然后今年这种拖鞋式的凉鞋 就是漏脚后跟这种拖鞋式的凉鞋 有很多样式跟颜色的选择 我选择的反正就是最基本 最不用出错的一黑一白 大家比较喜欢跳跃的颜色 比如说你夏天只穿白色或者黑色比较多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独特的颜色 我觉得在夏天穿也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现在进入彩妆的环节 首先要极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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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推荐的是两款高光 就是这两个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说 或者已经使用它很长时间了 但是这两块高光是我最近这一个月 一个月之前才收了它们 然后收了它们之后 真的是每天每天每天都在用 而且我觉得已经融生为我高光界 我心目当中高光界的排行榜第一名了 首先呢就是这个大名鼎鼎的资生糖PK107 这个真的不用我多说了 我用它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跟上大家的角度 已经很晚很晚很晚才开始用它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块高 原格上来讲它应该是一块他们家产品里面出的是腮红系列 我就是用它自己带的小刷子 然后占取它的粉 然后刷在眼下的这个三角区 这两边 刷完它之后真的会让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通透明亮 气色显得非常的好 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Dior的这个Nude Air 我买的是002号 是那个是一块这个偏冷粉调的高光 我没有买它的001号 001号就是比较偏暖色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冷色的调 对于白皮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提起色 在日平时日常的时候 如果我不化很浓的妆 只是平时出门就是随便吃个饭买个菜 我只擦PK107就够了 然后像今天录视频 我会在PK107上面叠加这个Dior的002号 Dior的这个002号就比PK107更有存在感一些 它尤其是在照相的时候 你会真正就是感受到它的存在 我平时自己照镜子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真的是如果在拍照的情况下 你会觉得脸真的非常非常的glowy 非常非常的好看 同样这一块Dior的高光 我也是配合它自己的刷子来使用 我觉得这两块高光自带的刷子 真的都还蛮好用的 所以也很方便大家出行戴它补妆啊 然后去旅行 都不用带其他的刷子 所以如果小伙伴们还没有试过这两块高光 我真的强烈强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刚开始化妆的时候 可能大家没有真正意识到高光的存在吧 我也同样是高光也是我近几年买 然后才开始用的一个产品 自从就是正确掌握高光的用法之后 真的是觉得高光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下一个彩妆呢 Grace 是一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就是טoo face的这个natural Budd��브的眼影盘 首先它的包装真的很有质感 它上面的涂啊 图案都是那种 絲绒绒绒绒绍练绒练练 grouping的不是那种印上去的图案 所以摸起来手感很好 然后打开这个盘呢 里面它有30个颜色 首先它的包装真的很有质感 它上面的图案都是那种绿面的凸起的 不是那种印上去的图案 所以摸起来手感很好 然后打开这个盘的里面它有30个颜色 就是长这样 它这里面的颜色色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有粉调的有橘调的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很日常的深色调 首先我推荐这个盘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盘非常非常适合新手 因为有一些人说这个盘里面的颜色会不是很上色 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一盘眼影盘上色很高的话 对于我这种眼影画的也不是不是特别特别好的人 就是一个手重会不小心就是给自己画的很难看 所以这盘呢它的上色度我认为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上眼睛的感觉绝对绝对是比在手上做swatch要好很多 我刚一拿到这个盘的时候有摸过它里面的几个颜色 然后有在手上做swatch 就觉得它的颜色很不好推开 就是很不饱和 但是你真正拿我今天的眼妆就是拿这一盘上的 但你真正拿刷子去上眼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这个眼影其实还是蛮丝滑 而且非常的好推开晕染 其中呢这个盘子里面 大家可能也许能看到我比较喜欢的几个颜色 比较喜欢的我其实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两个 然后还有这两个色 然后还有同样中间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其实是我当时看到这个盘子第一眼看好的颜色吧 因为它这个可能也是它放到了这边就是很乍眼的一个粉色 很好看的一个闪光粉色 然后这个盘子这边下面的几个橘色系上眼睛真的很好看 今天我的眼妆就是用一二三这三个颜色来上的 然后这盘眼影的包装也是非常好看 放到你的化妆台上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所以呢这个是我近期用的几乎是每天画眼影都在用的一个眼影盘推荐 我们的下一个彩妆品是一个眼线笔 就是这一支Physicians Formula的Eye Booster的眼线液笔 这支眼线液笔我现在也是用的我今天画的妆也是用它画的 这支眼线液笔呢是drugstore的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没有输那些大牌子专柜的眼线笔 今天它的防水防油持久力非常的强 我画它完全一天不会脱妆 因为我前一阵子是接的假睫毛 所以我的眼线没有说画到最前面 我用它的时候就一半画在就是一半到眼尾这里 完全完全不会脱妆 而且它的上色度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笔头非常的丝滑 然后也不会让你失手一个不小心画的不好 这支眼线笔在drugstore里面算是比较贵一些 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的眼睛也挺愿意出油的 很经常就是一些眼部产品用不好的话 就会一天下来变成大熊猫 但是这一支完全不会 大家可以去试 彩妆品跟大家推荐的是一个YSL的唇膏 实际上它是这个Kiss & Blush这个系列 也是又可以当唇膏然后又可以当腮红 但是我自从买来它没有把它当成腮红 因为我总觉得它当成腮红有一点难推开 如果就是我不及时的推开的话 就会一块一块就是干在脸上 然后就挺尴尬的 我认为它的这个formule当唇膏是非常好的 我今天嘴上擦的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适合夏天 它是一个就橘色吧 就是一个橘色调的唇膏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薄 而且它的持久力也还是挺长的 它有一点像染唇液的感觉 擦在你的嘴上没有任何的负担 然后你几乎就是不吃很油腻的东西 它也不会怎么脱妆 这支视频就跟大家先讲这一个唇膏 因为我最近用过的一些唇膏 还是想单独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适合夏日来擦的 夏日来擦的一个唇膏试色视频 所以这支视频出现在这个爱用品 是因为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平时也是用了很多的次数 很多很平凡的一支唇膏 然后这支唇膏呢就是非常的百搭 因为它是那种淡淡的 薄涂的话真的就是淡淡的橘色 你不化妆的时候涂上它也是 细色一下子变好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也许有的人喜欢它这个方法去做腮红 我觉得去做腮红的颜色是很好没有问题 但是只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它很难推开 而且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干在上面 你使劲去推它可能你的粉底液也会被它推走 所以呢大家可以就是自己试一下吧 看一下自己的使用感怎么样 好的那下面我们来讲几样护肤类的产品 首先我给大家推荐这个 Drunk Elephant的这个whipped cream 是一个面部保湿的乳液 面部保湿乳液 然后我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小size 是当时我买他家的一个礼盒套装里面 带的这个whipped cream 首先这个whipped cream 我想说非常适合夏天来擦 它是一个保湿乳液 它的质地非常的水非常的轻薄 擦在脸上会让你既保湿 然后又没有负担感 我应该去回购它的这个症状 我因为本身是有一点油皮的嘛 所以我推荐给夏天比较爱出油的小伙伴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干皮擦 完全也是保湿的力度是完全OK的 我觉得这个夏天来擦它当日间的保湿 非常非常的好 下一个产品呢 下两个产品都是日本药妆 哎呀你们都看到 下两个产品呢是日本药妆店里的产品吧 应该是 然后首先我们来讲个精华 就是这个VC精华 它实际上是一个美白淡斑的VC精华 但是我用它来是去痘印 因为我有一些很蛮够的痘印在脸上 我之前有用过一些去痘印的产品 其实它们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然后我想说去试一下这个美白淡斑的这个CC Cream 因为它的review还蛮好的 实际上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每天坚持来擦 你的痘印真的会被它淡掉 痘印淡就是它美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的斑淡掉了 然后把你的脸部的一些暗沉淡掉了 所以你就感觉你的脸变得非常的明亮 然后皮肤变得就是没有瑕疵 所以这个真的坚持使用它真的会有效果 所以说这个我应该会一直用 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痘印在下巴这边 然后就是很明显很明显卸了妆之后 但是我真的持续用它用了几个礼拜之后 痘印真的就渐渐的淡掉了 所以我挺推荐大家就是 不管是去斑还是去痘印 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一个VC精华液 下一个产品呢可能也是大家看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就是这个拉伯拉伯这个成也医生的毛孔收敛水 毛孔收敛水其实我早就想给大家推荐了 今天终于拿到视频来讲 因为我之前有发过 好像是有 我忘记了 好像是发过小红书还是instagram 有讲过它 这个呢是我用过的可能是不知道多少瓶了 我用它第一 我觉得它的收敛毛孔的作用可能没有很大 毕竟你的毛孔不是就是靠这一瓶水 就是能去把它变小的 我主要用它是来做二次清洁 它这款水我真的觉得清洁脸的作用真的非常的好 一般来说就是我卸完妆然后洗完脸第一步先拿它占取化妆棉来擦一下全脸 你的化妆棉上会有还会有一些你卸妆没有带走的一些脏东西都会被它擦出来 然后其次我用它就是作为师傅 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暖了嘛 这一款水它擦在脸上就是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一般有的时候就是手剑会挤完黑头然后脸就比较红红种种的 拿它来湿敷一下第一是会镇定你的皮肤 然后把你就是刚刚打开的毛孔给就是稍微安抚一下 凉的这个感觉敷在脸上真的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它清洁脸的作用比它主打的收敛毛孔的作用要好很多 那今天就进入我们爱用品的最后一样产品就是一个面膜 就是这一款是叫凡尔赛面膜嘛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金色的这个版本 因为我有买它的红色蓝色银色版本 那其他的我还没有用 然后贴过两片这个金色版本 然后我就 我觉得这个面膜真的太好用了 首先我当时看到它这个包装 其实有点小看它 首先它的纸质是那种你一拿起来敷在脸上就是觉得是那种高档面膜的感觉 因为我在敷一些面膜的时候就一个不小心就会把那个面膜质给扯破了 我觉得可以跟SKII有一拼的面膜质 然后皮肤变得非常非常的嫩 非常非常的滑 非常非常的白 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那我近期的一些爱用品就跟大家分享完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麻烦请给我点一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最近要开始努力的给大家拍视频 放视频前一阵子真的是太懒了 然后最近有很多很多的素材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如果你想看到我经常更新的视频 那就可以点击下面的订阅来订阅我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